电视新闻直播就需要让民众来掌握最新消息 结果居然酿成大祸 这是俄罗斯电视台在转播国防会议时 意外地拍到了机密文件 让俄罗斯的核子水雷系统资料给曝光 您看到俄罗斯的国防会议画面 是总统普丁来主持 当时有军官背对镜头正在看资料 他看的是机密文件 核子水雷武器系统草图 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 但是眼尖民就已经发现 还截图放到网络上 总统府发言人坦诚着机密走漏 也强调未来会避免事件重演